老师一旦把课程跟学生的账号处理好之后 学生就会很方便 那我们从学生这边登录进来看 所以如果这时候 你有把连结做好在你们学校的网站上 它就会很方便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自己要记这个网址 它从这个网址进来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这是学生的画面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60101是小老鼠 所以它要进来用的时候 它60101它就选它的号码 那也可以打中文 它出现一堆图 它就要选对才进得去 然后登录 那如果你刚刚没有打年纪 它就会问你年纪 那就直接它自己选 它多大其实都无所谓 它确定继续 然后就会进来那个课程 那它就是直接点这个圈圈 就开始它的活动 点进去 然后就会有那个全世界的资讯大佬 最有钱的这些人会出来做说明 我妈妈的 I was in 8th grade when I learned a program I first learned how to make a green circle 它会有些影片介绍 然后会有中文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没有中文是英文的话 请你左下角这个地方 这里可以选 把它选回中文 请学生把它选回繁体字就可以了 它就会变成有中文了 所以它就可以自己去过关 那这个就是Squatch最简单的 因为它是拉那个层次积木 所以它要走过来 打到这一只猪要走两格 所以那要拉两个向前移动 那叠好之后按直行 它就会往前走 它就会进去下一关 然后你这个上面 如果它是全 它这个如果是绿色的 绿色表示它完美过关 如果它是灰灰的那个颜色 表示它可能没有用到指定的积木 或者它用了太多积木 那程式写的不是很好 但是也可以过关 但是就会灰灰的颜色 这一个是它的进度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 让它自己去过关 那过完关 假设它过完关了 它这边会有个更多 它可以去玩别的关卡 或者要跳关 刚刚往这一关 它可以这样子跳到别的关 它一样是可以跳关的 那不过这一个跳关 一样是在你的课程里面跳关 就是它是在你指定的 这一个课程里面跳关 那如果它想玩别的课程 它要点这个回到首页 回到首页这边就可以自己选了 那即使它是玩别的课程 它的课 它的进度一样是在你的监督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它玩什么 玩到第几关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让学生去过关 当然一开始你就要讲这个 你要先让它完成你的任务 你说规定它这里要把它过完 才能够去别的地方 那请各位可以顺便试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因为它很简单 它是慢慢把概念带进去的 所以学生应该会学得很愉快 然后他们可以讨论 可以讨论 互相讨论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